好 要來看到這是社民黨的議員 苗博亞踢爆 說年初台北登節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特地製作了一件 綠色的飛行外套 頗受外界好評 原本規定只有局處首長才能夠申請 想不到包括了民眾黨的立委蔡碧如 還有黨員也都有這件外套 對此台北上柯文哲一問三不知 也讓議員忍不住調侃 說難道現在是庫通黨庫了嗎 還有藍綠議員痛批 說市府似乎變成了民眾黨的白手套 撕開台北市政府標示 這是台北登節的綠色飛行夾克外套 照理說只有市政府才有 但民眾黨立委蔡碧如 和黨工怎麼掩人手一件呢 外套其實沒多少錢嘛 民眾黨一年補助有7000多萬 你可以自己做啊 為什麼要拿我們登節的物資呢 議員苗博亞痛批被市府黨政不分 台北上柯文哲第一時間也抹煞煞 官傳局長劉怡婷也直直嗚嗚 說不清楚 最後才查出來說是民間單位贈送 台北登節外套每一年都是由民間單位來贊助 那這個也不是市府的資產 那完全是由民間單位來捐贈市府 就怕誤會越來越模糊 被市府趕緊跳出來澄清 這外套的來源是109年登節外套 由民間協會 工會 工廟等聯合贊助 市府650件不過有議員質疑 為何民間單位只送給民眾黨 不送給其他黨派 萬一造成民眾誤解誰來負責 官傳局解釋說這個是民間贈送的 所以怎麼樣 現在市府是變成台灣民眾黨的白手套嗎 把民間送給政府的這個物品 然後轉送給自己台灣民眾黨的黨工黨員去穿 每年政黨補助也有9000多萬 拿你自己的錢去做吧 你們民眾黨有沒有正式的合法捐贈收據出去 如果沒有 我希望監察院趕快查這件事情 基本上沒有市庫通黨庫的問題 藍綠通批柯文哲游如黨庫通國庫 但柯市府黨政部分被抓包已經不是第一次 這回因為一件外套再度惹上真一 記者綜合報導